今集深圳好去處 去吃一間任飲食的火鍋自助餐 有很多滑海鮮可以自己慢慢撈 還有藍龍蝦 海鮮 蕭山蠔 這些都是任食 究竟吃什麼 最容易回到本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歡迎來到星星大團 如果你都喜歡法國深圳有什麼好去處 那你就一定要訂閱一下我 記得幫忙留言和讚好 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會和大家去到 鴻山站的萬格海鮮火鍋自助餐廳 餐廳總共有三間分店 今次去的分店坐地鐵去到鴻山站A1出口出 落地面直行大約六分鐘 就會見到天雄購物中心 搭升降機上到三樓 走回商場另一邊就會見到餐廳 在中庭見到萬格這個很大的廣告牌 現在上到三樓 之前很多人叫我試試這間萬格海鮮火鍋 今天來試試這個 這間餐廳經常都要排隊 所以特地選了平日的五點鐘左右 已經到達餐廳 首先說價錢 價錢是269元一位 限時120分鐘 小童就是118元 每張桌都要收100元的壓金 確保大家吃剩少於100克便會退回 門口的位置已經見到有很多海鮮可以撈 今天我大約五點鐘來 都已經很多人了 開始 餐廳有澳洲的藍龍蝦 在外面買一斤都要98元 現在可以無限任食其實都很划算 第一次撈海鮮時間都未算很悶 稍後再出來 職員已經很快手放滿了 所以我馬上再多拿一盒回去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蝦 除了有蝦 還有很大隻螺 可以選擇 還有鮑魚 可以見到是很新鮮 不斷在動 餐廳店舖面積很大 很多位 店員說人數多還可以包房 雖然未到晚飯時間 五點半左右 大前面的位置已經坐滿了人 飲品方面有清酒 雪櫃有很多不同款式可以選擇 橙汁 加多寶 綠茶 檸檬茶等等 比較有驚喜 就有兩種外國啤酒 在外面買這兩種啤酒都比較貴 現在都可以喝喝 也很少有這種 醬啤的梳打水 今次來吃有一個策略 其中一個就留在桌上 主要是燒海鮮 另一個就出去拿東西吃 海鮮冷一點就可以開始撕來吃 很多朋友怕吃得很趕 這個方法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海鮮蝦 海鮮很軟 挺好吃的 這個鮑魚很軟 挺好吃的 這個鮑魚 這個羅茲蝦也有很多膏 可以看到 其實這隻大頭蝦在香港買 在街市都要138元一斤 所以過來這裡吃任食都很划 這隻大頭蝦的肉是很結實的 餐廳也會有三鮮湯底 可以給你打火鍋 還有各式各樣的調味料 打火鍋很多人都擔心電力夠不夠 特別幫大家測試過 很快其實它已經水滾了 其中一鍋水叫職員幫忙換了 放了一個三鮮湯底去做打火鍋 肉類也有冰櫃雪煮肥牛 除了活海鮮 也有放在冰上的海鮮 例如有海鮮、桂花爐魚、魚腸、魚肚等等 還有各種火鍋配菜 種類非常多 例如有黃猴、鳳爪、八爪魚等等 想不到餐廳連豬腦都可以吃 打火鍋當然不少得有很多不同的丸 很多人喜歡吃的大雜蟹 這裡都可以吃 來到蔬菜區有響鈴、松草花和菇類 前菜款式也有五、六款 還有全部放在冰上的刺身 種類非常多 除了有刺身 還有一些壽司的款式 熟食區也有廚師的即場燒烤 有燒山蠔 看起來已經好像很好吃 先試一下這個燒山蠔 上面也有蒜 由於我都不太吃得下 我只試了三樣熟食 味道也是不錯 熟食區還有廚師鐵板燒 種類真的很多 還有一些炸物放在碟上 讓大家自己可以拿 餐廳還有烤榴槤 店舖用了泰國金枕頭 榴槤烤到外脆內軟 如果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就要試一下 水果區也有二十多款水果 有些款式已經切好了 亦都有一些是整個放在裏 被人選擇 甜品都有雪糕 還有蛋糕 還有幾款中式糖水 應該小朋友和大人都有一款適合 現在差不多吃完了 感覺上它的 它是烤榴槤 大頭蝦 串燒和燒生蠔 都是必吃的 而其他種類都非常多 連放題很少會有的 澳洲藍龍蝦都有 其實多吃幾隻都很容易回倒本 還有這麼多熟食可以選擇 現在大約七點鐘 這裡已經坐滿了人 幸好選擇了五點多來到餐廳 因為我們走的時候 已經看到門口在等位 今次的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 深圳好去處的影片 拜拜